新台幣的貶值跟 美元的升值 他其實只是在從 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軌道而已 所以我覺得說 近期盤面可能比較沒有太大變化 那也沒有什麼太大亮點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資金正在調節 他在做一個比較適度的調節 有點過渡期的感覺 那當這種過渡期的出現說 好 可能一些新興市場貨幣 會開始回流到美元 那當然他會從一些股票中開始去賣 那當然一些基期比較高 評價比較高的股票 就會成為優先賣出的一些標的 所以大家近期也可以發現說 包含說今天的盤面 其實很多漲多的股票都慢慢開始在回檔 那反觀之前沒有漲到低基期股 或者說 他已經說表現不錯 但是股價卻完全還沒有反應 這類型的股票 其實在近期都開始慢慢的有買盤 那這就是很明顯 外資開始在朝向 把一些評價過高的股票開始去做調節 那資金就是轉向評價比較低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近期的盤是 大家也不用急 那有一些好股票 就是有點守住太兔的感覺 就買了 那等到資金來進場 新台幣在早盤的時候 也是扁破了28.6元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元近期來講也是走強的 所以如果以匯率來談的話 崑禎這邊 有什麼樣子的操作 還是說有相關可能新台幣 如果今年持續的 慢慢一點一點的走扁 他走扁幅度可能不會很大 但如果新台幣 竟體還是這樣子波動的話 崑禎這邊有沒有 針對一些個股投資操作的建議 以個股來講的話 我覺得說 你如果要看新台幣 那去找一些相關的概念股 可能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針對新台幣 這一塊來去做分析的話 我覺得說就算新台幣 他回到疫情之前大約是 30上下 其實也算是合理範圍 因為其實 之前大家會 其實大家之前 大家會很常聽到一句話說 哇新台幣又回到 31以下 代表說之前其實 疫情發生之前的常態 新台幣都是在33以上下去做震盪 所以你說 目前新台幣 雖然說近期是持續在貶值 但是你說這個是不是 台股的一個警訊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並不是 這只是一個 短線上 他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軌道上而已 而且 我會覺得說這個東西算是 短線上的調節 因為畢竟再怎麼講 聯準會這部分 他在今年基本上是不會去升息 那不會去升息 美元如果說以長期來看 他還是比較偏向弱勢一點 所以當這些資金稍微做一點調節之後 我覺得美元他還是會開始慢慢的走扁 那新台幣可能還會再 升值一次 升值一段 一段時間 可我們知道聯發科最近法人 不斷的在調高他的目標價 主要在於他的 一些手機上面的一些出貨拉貨 客戶表 客戶都有一些預期的心態 而且會有實質上面這樣子的一個拉貨效益 再來法人也預估呢 他有機會在第一季可以賺進一個股本 因此對於聯發科近期來說 他的股價 總算沒有前陣子那麼的低迷了 我們都說聯發科 難道是近期在做一個反攻嗎 要請坤珍來解釋一下 好 其實如果以聯發科 剛剛提到的聯電來講 聯電我會覺得說 他其實還是在底部做一個比較合理的 打底震盪而已 但是反觀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就真的是很強勢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其實聯發科 他一直都不是說好 基本面可能有一些變化 或是說被搶單 那導致說股價起不來 他只是說短線上比較沒有熱度 那你說今天為什麼會這麼強勢 其實我這樣說好了 其實聯發科 他要在今年要起漲是早晚的事 只是他時間週期的問題 那你說今天為什麼會提前起漲 其實就跟他產品組合有關係 因為主要是說外資調高全年的一個猜測 那還有說調高他目標價平等 那為什麼會去調高 主要是說 其實聯發科他原本市占率比較大 是天玑600這部分的晶片 那天玑600晶片 他其實是專攻一些比較中低階的手機 那中低階的手機代表說 他毛利會比較低 那毛利比較低 當然說 他整個營收跟獲利 可能沒有這麼的亮眼 那以目前來講 其實整個業內他比較缺貨的 反而是一些高階的旗艦晶片 像是天玑720跟天玑800 甚至是天玑1200 所以聯發科也開始慢慢的 把一些天玑600 天玑600比較中低階的晶片 他的產能還有一些出貨往後遞延 那優先來生產這些高階機種 720 800甚至是1200 那這些高毛利的晶片 那提前產出提前出貨 那自然他在今年第一季 甚至上半年的營收 那會有一個比較爆發式的成長 但是我覺得說 這個東西只是時間的問題 如果說他沒有去做這個調整 那也許 可能說天玑720跟天玑800 這些高階晶片會在今年第四季 或是明年的第一季 才開始出貨 也就是說 他可能原本是到了今年的年底 營收才會開始比較 出現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那可能外資法人會覺得說 好那你既然說營收會到年底 才會比較亮眼 那我年底再來買 那目前的情況來看 他已經調整產品組合了 那變成說今天上半年營收 就會開始提前起漲 所以當然是說 好那這個時間點就可以開始 慢慢提前去佈局 所以才會造成說 哇今天這個走勢怎麼會這麼的強 但是我覺得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以長線來看 他是殊途同歸 就是說先漲跟後漲的問題而已 所以近期有點像是一個股價跌升 帶量的一個反彈 因為如果把相關法人持股啊 外資來看的話 其實不見得有說 有大舉進駐 或者是買盤湧進這樣子的感覺 對應該 應該說今天不算是反彈 只是說 如果他沒有去做 就是所謂產品組合的調整 也許今天這一根長紅棒 他會遞延到可能第二季的季底 甚至第三季才會開始有起色 就是說他盤整的時間會比較久 對那既然他有去做這個調整 那今天提前起漲 我覺得說 他的漲是提前發向 也不是什麼壞事啊 那觀眾朋友 其實在這個價位 我覺得對於聯發科長線來講 就算是今天的 長紅漲漲上來了 他還是有上漲空間在 OK了解 畢竟他之前潛迫的高點是1010 我們一直說他的走勢就有點像台積電 碰到了高點之後 都紛紛的往下來去做一個修正 那聯發科之前的跌幅 其實也不輸台積電 近期整個橫盤整理的感覺 還蠻 還蠻 劇烈的應該這麼說 但另外一檔的話 倒是聯電 算是今天 很多可能對於一些 股東們來講 持有聯電股票的投資人來說 今天應該是還不錯的 雖然我們知道聯電他已經這樣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好多天了 但如果近期來講的話 是不是 吃到所謂相關的一些晶圓代工啊 不論是成熟製程也好 先進製程也好 因為我們知道整個半導體 他的產能就是這麼的熱 所以聯電是不是有一點整理完之後 要稍稍還給他一點公道的感覺呢 其實以聯電的話 我不認為說他在這個時間點 他已經打底結束 整理完成 因為畢竟說 聯電他的利多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 8吋 8吋晶圓的產能蠻窄 那在漲價空氣缺口不斷擴大 那我覺得說這個東西早在之前 聯電他上 55元以上接近60元這一段 其實已經提前 提前發酵結束了 那 目前的下跌或說目前盤整 只是給他短線上一個比較合理的股價 所以我覺得說 在聯電釋出一些比較新的利多之前 那我覺得他還會在大約是47元 上下做一個震盪打底的動作 所以今天雖然是大漲3%以上 但是我覺得大家還可以再稍作觀察一下 對 先不用急著去進場 今天到早下 我會讓它開箱 準備下來了 接下來